记者温瑜的台北报道,北市无南到知名音乐酒吧消费,却被女服务生指控用力揉捏像抓水球的感觉摸我的胸部,事后哀搞,吴被依约犯性骚扰防治法判刑五月,得一颗罚金15万确定,另判赔17万余元。 此外,当时在旁的南店长也被控阻止离开现场,被依强制罪判刑五月,得一颗罚金15万定验,台北地院近期再判他应赔15万元精神为付金,可上诉,无南于四年前的7月24日晚间到酒吧消费,经有人介绍认识女服务生, 启至身闲珠手指朝女方胸部而去,试图想抢吻时,遭抢硬拒绝并报警歹人,该案判决提到,无南当庭否认摸胸部指控,至于亲嘴一事,他则便是开玩笑,甚至推称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,亲嘴只是基本礼仪,但遭女服务生否认并指,无还有用力揉捏像抓水球的感觉摸我的胸部, 无南最后被依法判刑确定,定要赔偿2万余元医疗费及15万元精神为付金给女服务生,至于本案失性店长,则被控明明已知女服务生已感到不舒服,想离开,竟出手抓住女子右手,再从后方保住对方,阻止离开,被依妨害自由罪起诉,刑事一审一强制罪判刑三月,但刑事二审认为,相较于无, 女服务生对于一起工作的店长存有远高于跟无间的信任关系,因此对于被害人心理影响,店长所为绝对高于无的侵犯,沈卓犯罪行为人跟被害人的关系后,该判五月刑期定宴,民事部分,日前在被判赔15万元精神为付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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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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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